名為集集感激的二手市集 在廣民社區發展協會的推動下舉辦 不少民眾前來共襄盛舉 並將家中適合的物品帶來展示 希望以惜福的心 來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這是可以把自己掃用的東西 然後跟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 然後裡面有一些像我們出國去玩的紀念品 然後買了很多 就想說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些二手的娃娃 就是小孩子現在都長大了 所以也是希望可以把這些可愛的小東西 跟其他需要的小朋友分享這樣子 還蠻多姿多彩的 然後我還蠻覺得蠻適合我們當地的 一些大家假日可以過來尋寶一下 真的是包羅萬象什麼都有 又便宜又好 像這咖啡也是很道地 我們南投的咖啡也很好喝 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地方 真的要過來大家一起來支持鼓勵一下 這個二手市集主要的理念是環保 資源在利用 那麼希望就是說每個人家裡面有一些用不著 但是還可以用的東西 他可以拿來 自己在這邊不管是銷售也好 交換也好 那當作是一種假日的情趣 執行長胡搖楚表示 希望未來可以在每個月的兩個週末 固定舉辦二手市集 歡迎有興趣的鄉親都能夠一同來加入 當地的土地公廟周邊環境在社區的用心綠美化之下 也是相當優美舒適 因此廣民社區希望這個二手市集 能夠越來越興盛 成為積極正內的一個假日好去處 記者就像現在採訪不到